余谦第一次亮相春晚舞台 而有着春晚小品王美玉的赵本山 却再度缺席 这让外界对于郭德纲和余谦 寄予了更大的寄望 但两人在春晚舞台上表演的败家子 却引发了人们包脸不一的评价 我住院 等会儿 哪个医院 就面对着各种不同的声音 对你有影响吗 你关注吗 这个我打这行里边待了几十年了 鼓励和谩骂伴随我的成长 所以说就如同一日三三似的 夸和骂是围绕着我的每天生活 这就是说他对你来说不形成任何影响 一丁点影响都没有 如果你不在乎别人的评价的话 那你做给他们看的意义又在什么 相声是说给自己人听的 你花三千万 花一个亿拍电影 我就不喜欢 你不能杀了我吧 相声也是如此 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 人家说我不喜欢你 谢谢吧 举个例子来说 我不爱吃猪下水 但是并不影响小查尘成为百年老店 但你说我不爱吃 我天天堵人们会骂鸡 人家打了我是不是也活该 有的人觉得可能并不如您平时在这个剧场的发挥 如果让您自己去评价一下的话 他和你日常表现出来的水准相比 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好的相声艺人是要适应不同的演出场合 春丸怎么说 庙会怎么说 慰问怎么说 商言怎么说 他是有不同的技巧和表现手法的 其实总结成一句话 这个舞台意义大于内容 需要经历 三岁经历一件事就明白了 活着95还没经历这个事 也不明白 但是吃亏要趁早 一番风顺不是好事 从小大伙娇生惯养 没人跟他说过什么话 65岁走街上谁瞪着眼 当时就猝死了 从出生就爱打一天八个嘴巴 这到25岁 铁罗汉活金刚一样 什么都不在乎 吃亏要趁早 你最看重年轻人的品质是什么 好看 男生呢 比如说你的徒弟 品质 其实你得分怎么样的品质 多好的人身上 他都有亏心的地方 多坏的人身上 也都有可爱的地方 关键是你要分两种人 一种跟我有关 一种跟我没关的 有关的 比如说在德国社内部 我现在可能更看重的 就是厚得一点 忠心一点 而且野心会随着位置的变化 不断增长 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捧人的时候 就尽量先看着点 不让自己能够白瞎功夫 你明智的他会如何如何 你还得捧的 很无奈 当年我们就这样做 最早的时候 我们捧人也是因为 实在没人 后台就12个人 一定他得红 他也得红 他也得红 这样咱们才能演的卖票好一些 但是我就知道这都是隐患 脑子上都有反骨 就算了 好了 感谢观看